其实他可以 虽然他只是监狱 他的胸对这样是可以 都收回了一点点 吸气回来 因为他自己不敢到这个程度 你看我在做的时候 我一个手推着胸对 一个手拉着手 帮着往上提拉 把胸对打开 我们通过刚才这样的一个工作 能发现他的胸对其实是很灵活的 那有很多同学是这样 他都做不到的 明白没有 所以说 因为还没有教部息 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个简单的 就是如果说他做后弯的时候 来自己做深一点点 哎 你看这种 好多了对不对 其实非常简单 每一个动作 我可以先回答来 会有点累 每一个动作 你们在练传统拜日式的时候 五个呼吸 哪怕是你停在那种可以 五个呼吸的目的 就是让你在这个体式当中 在你从未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来感受身体当下的感觉 你太快的情况下 你的身体的觉知 会培养得不太好 而停在那去感受吸气 回来 呼气 再收回来的这个过程 你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进入的效果 就会更明显 到刚才那个位置 试着停五个呼吸 吸气往上 呼气后 稍微深一进 停在这 因为还没有学呼吸 我们先不用告诉他 怎么去呼吸代步 就停在这就可以 但是停在这呼吸是均匀的 不要憋气就可以 最后两个呼吸 吸气慢慢地回来 呼气慢慢地包 什么感觉 为什么会疼 中医上面有句话怎么说 疼是因为你的身体 很少到这个程度 你平时不练瑜伽 你干嘛也会一直待在这 对不对 第一是到这个程度 第二个在这个程度上去停留一下 去感受一下胸腔打开背部 伸展的这种感觉 但是痛只是在你停留 收回来的那一瞬间中 现在就不通了 是不是 其实所以说 我们在很多瑜伽练习当中 出现的所谓的这种疼痛 是你身体的一种表象而已 它不是真的疼 是因为你的肌肉太紧张 你的关节太僵硬 你的气血没有通 才形成的一种疼痛的感觉